锦号三亚海胆事件店家称将起诉消费者锦号上热搜网友 应反省自己的问题 请点赞订阅 谢谢 近日 有游客反映三亚某餐厅售卖的海胆蒸蛋没有海胆龙虾被吊包及价格过高等问题 引发热议 涉事餐厅负责人则表示有95%的可能会对消费者进行起诉 4月13日上午 锦号三亚海胆事件店家称将起诉消费者锦号登上热搜 游客三亚吃海胆蒸蛋没海胆被威胁4月9日 海南三亚 明波游客李先生在景区某餐厅就餐 令他震惊的是 6只海胆蒸蛋光有蛋没有海胆 当时我找服务员反应 他们说可以退掉 就在双方争执中 有服务员告知他 不要闹事 不然走不掉 受到惊吓后 李先生立即报警 最终 餐厅退了海胆的200多元 李先生付了其余的2400多元 他们就像地头蛇 我当时不敢跟他们正面刚 现在通过网络曝光 就是想告诉这些人 别把海南弄得其他游客不敢去了 三亚发布通报 本地海胆汁多肉少 未发现吊包行为 4月11日 三亚针对游客三亚吃海胆 蒸蛋没海胆被威胁仪式发布通报 经工作组调查 该饭店所销售海鲜品明码标价 未发现有海鲜吊包 掺杂掺甲等价格欺诈行为 据了解 当即本地海胆汁多肉少 与其他地区口味有所差异 一般采用蒸蛋的方式 供客人食用 未证明当季海胆情况 纠纷发生时 涉事商家现场 宰杀了一只海胆供消费者查实 民警介入协调后 商店免除了消费者消费海胆的费用 消费者实际支付2427.6元 针对消费者 微博中所称饭店女服务员语言威胁 经警方核查 并非涉事商家人员所说 可能是消费者上厕所时 一名路过的女性对其所说 目前警方正寻找该女性进一步核实 民警现场协调结束后 在返回警务室途中 遇见消费者 见当时无来往车辆而帮助其返程 不存在消费者受威胁后 由民警护送其返店的情况 海南省长主动回应三亚海胆事件 将深入调查 依法处置12日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 发布会上 警号海南省长回应三亚海胆事件警号 他说 对旅游市场的秩序 海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 我们在监管体系 投诉受理机制和专项整治这三个方面 连续多年重拳整治 这件事情我们将深入调查 依法处置 及时回应社会的关切 涉事餐厅负责人表示 有95%的可能会对消费者进行起诉 我们会组织一个新闻发布会 涉事餐厅负责人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三亚市政府调查 给出定性报告之后 会在网上发声 并有底气保证 他们在整个服务 食品生产加工 以及对客户问题处理的过程中 都没有瑕疵 最终结果出来会有反转 据餐厅经理介绍 整个餐厅有很多摄像头监控 包括海鲜池的摄像头 还有录音功能 甚至厨房的摄像头中 有两个海和三亚市场 监督管理局联网 他说 在客户提出打对折等 一系列无理要求后 他们就按照公司的应急预案 安排一位员工全程录像 他还声称要把我们店搞垮 不然对不起他的几百万粉丝 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 把监控视频公布 这位经理解释 事情发生后 由于协助调查 需要提供大量资料 无暇顾及发布 并且他认为 视频最终要由权威机构来发布 如果他们自己发布会 被认为是剪辑过的 没有人相信 我们有95%的可能会对他进行起诉 餐厅负责人说 此事发生后 已将所有资料提供给相关部门 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相关负责人 也到店检查并表示支持餐厅维权 令50%要是客户挽回事情的态度 道歉程度而定 网友表示 店家应反省自己的问题 对此 网友表示 店家应反省自己的问题 解释为什么海胆 争弹里面没有海胆 并认为店家宰客太严重 以后没有人敢去三亚了 还有网友调侃 店家剩下的5%不是 是客户挽回事情的态度 道歉程度而定是否起诉 而是给自己留退路 海量资讯精准解读 竟在新浪财经APP责任编辑